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个小点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小点 就是希腊精神与罗马精神之比较 那么我们介绍了一些罗马文化的精神要素以后 我们就来开始把希腊和罗马进行一些文化上的比较 我们和希腊人比较 首先希腊人要求的是精神的快乐 他挺要求精神快乐的 希腊人真正感到开心的事情 不在于吃饱饭穿好衣服 而在于心灵上愉快 叫愉悦心灵精神上快乐 这个比较很有趣 那么诸位都是研究艺术的 你们在艺术创作里面得到的快乐 一定比你们吃顿饭开心吗 你们发现我这个画怎么画这么好 博士认为写的比老师还写的好十倍 那个时候你心中的什么 那种快乐 比较快乐 吃饭 算什么 所以那个希腊人要搞抽象 他特别注重那种形而上的东西 凡是形而上的东西 对希腊人就很高兴 就像得到这种精神上的释放一样 那么希腊人也是一种喜欢多事的那些人 他喜欢制造世界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喜欢不喜欢制造世界 艺术家应该是一些喜欢制造世界的人 他那个创作灵感来了 就想画个画出来 没事情 因为希腊人就要制造世界 日子过得太平凡了 我们就要创造一些事情出来 希腊人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要写很多个悲剧 喜剧 然后搞搞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呢 就是没事找事 这就是艺术家的天分 所以一定要有那个花样摆出 否则就觉得没景 所以希腊人喜欢制造世界 喜欢多事 而多出来的事情 往往都是多在精神层面上 情感层面上 文化层面上 为了满足的是愉悦 自己的心灵 而不是仅仅指身体的快乐 希腊人看罗马人 一个字就可以说完了 这个字叫做熟 希腊人看罗马人 就是觉得罗马人熟 罗马人看希腊人 两个字就可以说完了 叫做没用 知道吗 什么叫没用啊 因为希腊人打仗打不过罗马人 希腊的哲学家 一天到晚搞玄学 打仗不行 生活过得不好 还要对着大海去发呆 所以希腊人就是天生的艺术家 罗马人就是天生的军事家 这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思路 由于那个军事征服的缘故 硬把那个希腊人和罗马人 留和在一起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完全不那么懂 希腊人对他们说 对罗马人说 我们的文化最好 罗马人听不懂 希腊人最后在罗马国家里面 只好自己搞 自己写诗 自己研究古代的学问 所以别以为罗马人是全盘地 接受了希腊文化 罗马人的文化怎么发展起来 当然主要是希腊人在里面搞自己的 然后罗马人对希腊的艺术品的欣赏 只限于在视觉的层面上 像什么雅典娜的狼 那个雅典娜神秘的狼柱 上面有神像那些东西 罗马人一看说好啊 这么好啊 所以罗马人也要做这些东西 罗马人制造技术是一流的 做出来的东西技巧比希腊人还好 但是他却没有去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我作为希腊的心灵的东西 被罗马人当作艺术的技术在心上 希腊人是搞艺术的 但是罗马人把希腊的艺术 变成了工艺美术 罗马人对凡是工艺美术的东西 都感兴趣 他这个兴趣要大于 他们对艺术的兴趣 所以他们对希腊人这种精神的快乐 罗马人感到不好理解 觉得罗马人说 你一个哲学家 为什么要住在牧童林呢 你在想什么呢 还不如出来打仗 第二个情况是希腊人 他也是崇尚心灵的 他要愉悦心灵的 要从心里发展出一种原则 然后用这种原则 再发展成各种艺术品 这样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就心灵的折射 就产生出一种 所有的艺术品 都是什么 都是精神化的一种结果 什么种学问 可以叫做精神化的学问呢 那就是抽象的东西 诗歌 音乐 神学 哲学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希腊人特别喜欢的 这样一种精神化的 行而上的学问 罗马人看不懂 罗马人要的是实用的学问 不是精神化的史学问 希腊人那么强调爱 提倡爱 爱人类 精神的爱 心灵的爱 希腊人爱神就是真心的爱神 不是罗马人爱神是利用神 希腊人因为喜欢神就去盖神庙 盖了那么多的好的神庙 因为他们心里真的爱那些神 每次盖神庙的时候 都真心的觉得神和自己在一起 罗马人盖神庙主要是为了举行仪式 或者做交易 罗马人最喜欢做交易了 就是许诺 说神啊 你保佑我吧 我这次打仗我胜利了 然后我就帮你盖作庙 这是罗马人喜欢做的事情 罗马人的神庙造的比希腊人还好 但是罗马人没有对神的那种天生的爱 只有对神的交换和对神的利用 所以希腊人对神才是真的爱神 首先希腊人对神的这种敬爱 是形而上的一种爱 所以希腊人认为最崇高的爱是什么 叫做精神之爱 布拉图就是搞精神之爱的 精神之爱就是我在北京 你在上海 我们一辈子不见面 我们什么 心灵相通 或者两个人坐在一起 不说话 心灵相通 精神之爱很有意思 在希腊人来说 人的感觉是分等级的 最差的感觉叫做什么 叫做初觉 什么东西碰来碰去的 很低级 然后就是味觉 味觉和口联在一起 高级不到哪里 然后就是什么 就是视觉 登高望远 再后来再抽象的就是什么 听觉 比听觉更加抽象的是什么 是心灵的感觉 心灵的感觉 再上升到爱情的层面 心灵之爱 心灵之爱 你就可以去想象了 所以希腊人是这么来谈论艺术的 越是具体的东西 就越往后靠 罗马人是反过来 越是具体的东西 就越往前靠 所以希腊人来排列艺术 就是首先是诗歌 然后是音乐 然后是绘画 然后是雕刻 然后是建筑 罗马人排列艺术 首先是建筑 然后是雕刻 然后是绘画 再次是音乐 再后面是诗歌 所以罗马人的建筑学 搞得最好 诗歌搞得最差 当然罗马也有诗人 但那些诗人是学希腊的 不是罗马精神的 这就是罗马人对爱 对真情真爱 那种理解的不太熟悉 希腊人有一种神秘感 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了 我们说给你多少自由度 你就有多少神秘感 希腊人这种神秘感 感到他和神是平行的 希腊人的神秘感 是很迷人的 假如你要增强你的魅力 你就要有一些神秘感 希腊人的神秘性 和透明性又连在一起的 因为希腊人喜欢自由 自由了就什么话都好说 人与人之间交往 是要通过自由争辩的 希腊人很喜欢争辩 碰到了就要吵 争辩就是把你的思想 全部说出来 苏格拉提每天不做事 就在街上和人家讨论 所以希腊人的生活 是在公共场合 而罗马人是在家里搞阴谋的 因此那个希腊人 有神秘性和透明性 罗马人有秘密性 那么希腊人这么透明 怎么还能产生神秘感呢 而不是一种秘密 才能产生神秘感呢 这就是希腊人思维里面 有形而上的一面 什么叫神秘呢 就是有些东西 你不能把它买上破解 这种东西就很神秘 希腊人每个人 都有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东西 如果你的东西 我完全了解了 你就不神秘了 神秘感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我有那个一个部分 你永远了解不了 这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属于我一个人的 这一部分形而上 这一部分是你的特性 所以人与人之间完全一致 就一定神秘感也没有呢 就是说罗马文化里面 有种内在的一元性 希腊人没有 希腊人是每个人都是放大了的个人 所以是多元性 所以那个希腊人是非常注意 防止神秘疲劳感的 我们知道有个词叫神秘疲劳感 什么叫神秘疲劳感 就是重复 什么东西你越来越重复 每天做一样的事 马上就要产生一种神秘疲劳感 这叫距离产生霉对吧 距离产生爱 所以希腊人喜欢翻那个翻花样 他们写的剧本各个不一样 他们写的文章偏偏不一样 他们打的战不一样 你只要看看那个 河马史诗谈战争 和那个修西底的写 布罗伯尼泰战争史 和那个西洛多的写历史 三部谈战争史书完全不一样 河马史诗是诗歌 那个西伯战争史 就是修西底德的是文化史 而那个西洛多的是文化史 而修西底德的呢 却是谈的是一种什么 谈的是一种战争史 所以三部谈不一样 这样就不会产生神秘疲劳感 也不会大家用同一个方法 去做同样的学问 你比如说 在那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波克雷分校有三位著名的研究 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 一个是搞文化的 一个是研究自由的 还有一个是研究艺术的 三个人和平相处 好得很 他们搞的领域都不一致 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使得希腊的文化 显得很活泼 虽然很透明 但家又是不同的 那么这样容易产生一种 既透明又什么 又活泼又神秘的艺术 神秘就是没有办法 去拿它怎么样 它就这么来了 所以我们这里稍微归纳一下呢 就是产生神秘的诸多因素 什么东西你要神秘呢 首先要给它自由 这是我们说的 给它多大的自由度 就有多大的神秘感 第二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有一块东西 你是永远破解不了的 如果大家完全都一样 那么你的就是我的 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那就没有神秘管了 你比如交朋友吧 法国人交朋友就比较神秘 它是一对一的 我和你交朋友 就是专门下棋的朋友 专门谈政治的朋友 我和他又是专门谈政治的朋友 和你又是专门聊 那个家常的朋友 所以他这种专业的做法 有点神秘 中国人交朋友 就要全方位地交 中国人交朋友 是不是先进后远 还是先远后近 两个人完全不认识 就说 哎呀我们早就认识了 我们都是海南人 然后我的姐姐 是你哥哥的同学 哎呀你的老师 就是我的舅舅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 特别地近 先进后远 然后交了以后 发现两个人不大合拍 渐渐疏远 就要先进后远 希腊人不是的 法国人也不是的 法国人是先远后近 两个人先试探 然后进行专业的交友 交到最后 大家觉得很神秘 然后就欣赏你那份神秘 很有魅力 然后就开始交友 神秘的东西啊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老人乱人家 发现你有新东西 我觉得这点 对艺术家来说 是致命的 一个艺术家 假如没有创造力的老人 人家看你的创作 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这样 后年也是这样 看你的文章 今天写着这样 明天也是这样 就一点没有意思 就会产生什么 审美疲劳感 有很多艺术家 特别愿意觉得 我的东西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风格 你真的不要把你的风格 太 太什么 太自恋了 风格也要创新 风格也要通过变化 才能产生神秘感 神秘感 就是要让人 每个人都能发现 你的新东西 你也没有想过 你有多少魅力的资源 你一定要想办法 来增加你的艺术感染力 你一定要让每一个人 见到你的人 都能发现 你的新的感情 那这样你能做得到吗 你考虑过这件事吗 如果你说 我这个东西 怎么弄出新意来 那么你怎么产生 这些神秘感 那么我想这些东西 都是希腊人想的问题 第二个情况 我们要神秘 就是要行而上 就是要在心灵的追求上 对那个上天的追求上 在天地人生的追求上 对艺术的向往上 在品味风格方面进行修炼 这叫精神的操练 精神的操练 往往能使人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希腊人后来生活在 罗马人的世界里 内心实际上比罗马人更压抑 因为他们是领绿过真理的翅膀 怎么才能销售那无极的反光 觉得罗马人 罗马人自己也压抑 但罗马这个压抑 使得住在里面的希腊人 特别压抑 那希腊人怎么办呢 希腊人修炼了多年的 行而上的东西 突然被宣布没什么用处 这就等于你要去否认 一个人的能力 最后你就去否认他的 否定他的专业 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这个人没用 最后就说你学的那个专业没用 那么现在最彻底的否定 就是说你是研究什么的 说我是研究国化的 中国需要国化吗 那你怎么办 是吧 他说你没办法 然后你说我的画是画得很好 比如说中国有个伟大的画家叫做七白石 然后那个人不懂 又问你一句 七白石不是画瞎的吗 一个瞎可以买一万美金的 那你怎么办 那就无话可答 这就叫做文明的冲突 文化的冲突 所以希腊人 活在罗马人那个军事帝国里 希腊人每天碰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 引起的精神的痛苦 是要把人逼疯的 第四个情况呢 就是希腊人是精神的界限 而不是社会奋斗的极限 罗马人是社会奋斗的极限 而不是精神的极限 希腊人追求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因为每个希腊人都想当理想主义者 他不当艺术家 他就没劲 而当了艺术家 就要去道具天火 做一回普鲁米修士 把理想的东西搬到人间来 要做一个现代的普鲁米修士 他内心是无限激动的 这种激动呢 就使得希腊人呢 青春永住 我不知道各位啊 是不是有一种养颜法 想保住自己的青春 实际上保住自己的青春很重要一点 就是保住你的激情 一个人有激情 你就有青春 希腊人保住自己的青春呢 主要是四个崇拜 第一个崇拜叫做震荡崇拜 每个年轻人啊 心灵一定要被震荡 他们一看戏就哭 看了时就要掉泪 就要促进深情 就是各个都要心灵激动 震荐人心 如果觉得你的日子过得太平淡了 每天都一样重复了 对希腊人来说就生不如死 有时想一想 你一天到底心动过几次 心动就是小地震 心灵震荡 一年有过几次大震荡 如果没有了 每天都这么混着 吃点饭浪费一些粮食 心灵不震荡 那就不是希腊人了 也不是艺术家了 年轻时代我们很容易激荡 出去交流一下激荡 跳个舞一下子 心灵就心动 人家写封信给你 你就想到飞飞 心灵特别会激荡 这叫震荡崇拜 希腊人一旦缺乏 这种震荡崇拜 就活不下去 罗马人这方面修炼太好了 叫做心如铁石 心不震荡 甚至排斥震荡 所以这点上 罗马人和希腊人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情况是 希腊人有一种叫做心价值崇拜 心价值崇拜 就是看到心的东西就认可 叫做求心求意 对已经有的东西 希腊人不那么在意 而要去发现新的东西 眼睛总是盯着新的东西看 一个人就要去认识不同的人群 接触不同的人群的心灵 就像旅游也一样 心价值崇拜就是直接把你引入到创新的领域中去 一件作品完成了 真正引起你高兴的 不是你获得什么巨大成功 而是你学了什么东西 我画得很好 觉得这里面充满了激动人心的东西 自己看了很不错 有点灵感 写出这样的好的东西 画出这样的好的话 心里很开心 这是叫新价值崇拜 求心求意 和求全责备是不一样的 求全责备老是看着坏的地方 是吧 求全责备你已经画得很好了 为什么你颜色还不好 颜色也弄好了 为什么你人物比例还没把握好 你比例也把握好了 为什么你文化修养不好 写的诗不好 你诗也写得很好了 为什么你提字的字不那么好 你的字也弄得很好了 为什么你装表技术不那么好 总之老是看你坏的地方 但是新价值崇拜 老是表扬你 一有新的东西就表扬你 让你很高兴 第三个崇拜叫未来崇拜 希腊人是天生做梦的 罗马人不做梦 罗马人也不很思考昨天 罗马人也不只很思考明天 罗马人看中的就是今天 希腊人就既看中昨天又看中明天 就不那么看中今天